女人意外发现一块松动的木板 没想到里面有一个盒子 她打开后瞬间惊呆了 盒子里居然塞满了一打打的美刀 估计得有好几百万 甚至还有一个石克拉的钻截 为了不被人知道 她把这笔来历不明的钱 藏在电脑的主机里面 可她不知道的是 房子里面至少还藏着数千万美金 这笔钱是15年前 一个抢劫犯藏下的 男人叫阿伟 被抓钱把所有钱藏在屋里 刚刚出狱的阿伟 就迫不及待地召集小弟 想要把钱取回来 可小弟刚打算潜入屋子 屋子主人大壮就开始梦游 他拿起桌上的枪走下楼 对着屋子就是挤枪 吓得小弟赶紧逃跑 原来大壮以前是名特工 可一次执行任务时 在与歹徒交火中 子弹射穿了墙壁 把里面的人质打死了 因此大壮得了创伤应激障碍症 等他清醒过来后 大壮十分内疚 他怕哪天伤害到自己的家人 于是他咨询了心理医生 医生让他去旅游散散心 听取了医生的建议 大壮带着老婆就出门了 可等他刚离开 一辆皮卡车开了过来 原来是小女儿邀请同学来参加派对 大壮担心两个孩子在家不安全 让战友小胡子前来照顾 然而就在这时 阿伟的手下也来到了这里 小弟们戴上面罩 便立即展开了行动 他们首先发现了车里的两个年轻人 两人吓得撒腿就跑 可长毛不慌不忙 一枪就解决了他 三名歹徒气势冲冲地闯进屋子 迅速地打晕小胡子 然后又杀掉了两名男同学 大女儿在楼上听到枪声躲藏起来 赶紧给父亲打电话求救 可大壮的信号非常不稳定 通话自动挂断了 他只好给父亲留言 没想到被长毛听到 一把将大女儿拉了出来 这个男孩刚想放飞自我 突然被歹徒一枪毙命 不过男孩立即进行反击 这可把长毛气炸了 对着男孩又补了几枪 这般歹徒丧心病狂 进到屋里见人就杀 等把剩下的人抓起来后 便开始砸房子 把藏在里面的现金全找了出来 可尽管找遍了所有地方 还差几百万和那颗士克拉的钻截 就在这时 小胡子趁歹徒不注意 偷偷解开了手上的绳索 接着迅速将歹徒扑倒在地 这时歹徒反应过来 想要拿前面的手枪 可小胡子并不给他机会 将他重重砸晕后 一枪送他里面盒饭 可他还没缓过神来 又被另一个小弟打晕 小胡子万万没想到 被他打死的歹徒 居然是首领的亲弟弟 小弟马上通知首领阿伟 阿伟悲痛万分 立即召集了大批手下 气势汹汹地赶到了现场 不给小胡子任何机会 直接用刀将他刺死 阿伟很快就从大女儿口中得知 丢失的钱财和钻戒 被他藏在电脑的主机里面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时 却不知门外的一名小弟 已经被人干掉了 只见一道黑影闪过 就瞬间解决掉了钉梢的小弟 原来是大壮赶了回来 在听到女儿的求救留言后 他就立即调转车头往家里赶 这是一名小弟想从后偷袭 可大壮的反应极快 转眼间就将对方反杀了 他如同黑夜里的幽灵 将外面的小弟全部解决 大壮顺利进入了屋里 把女儿都救了出来 就在他继续往前走时 突然发现地上有个人影 他意识到在墙的另一边 有人在蹲他 在对方袭过来的瞬间 他一个侧身走位 反手将对方撂倒 然后迅速一枪解决对方 这时楼上走出一个人影 大壮举枪疯狂射击 但对方身手敏捷 打光子弹也没伤他分毫 这看来是一个高手 果不其然 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打斗 可大壮有着主角的光环 最后用一脚解决了战斗 现在只剩下阿伟一人了 没想到阿伟中看不中用 被大壮三两拳就打得头晕目眩 然后一脚将他踹倒在地 在大壮石头般的拳头下 阿伟死了 警方事后才姗姗来迟 成功击退歹徒 解救了自己的家人 故事至此结束 关注猫君 我们下期再见